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季线是生命线 能不能一次越过呢 还是会形成重重关卡 那么距离季线的22,435点 现在只差26点了 那么回来看这个礼拜还有哪些大戴截 特别留意 第一个当然就是 明天的机器人展到底黄仁勋会不会来台湾呢 会不会再掀起一波性的高潮 在今天机器人概念股涨翻了 有十党功道涨停板 那么另外就是在礼拜四 再来讲一下明天还有一件事很重要 对台积电明天的德国厂要动土了 在今天的台积电是拉尾盘 所以到底德国厂会激励台积电多少 这也是后续要观察的 那么德国厂和美国厂 是不是一样会有好多问题呢 好 紧接着是在礼拜四 那么礼拜四有全球央行年会 另外礼拜四还有什么呢 台新金和星光金 据说在礼拜四要谈合并 新光金在街爆出了26万张的大量 那么创下一个月新高 到底这一次能不能结清成功呢 刚好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长鑫 阿观好 大家好 以及资认分析师谢总理 真姐好 大家好 要请到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以及资认分析师联权王阿波恩赛 阿观好 大家好 好 不过来谈盘市之前呢 我们先来提醒观众朋友 在我们收盘之后日股出现了大跌 这样的跌势会不会反映在明天的台股呢 好 我们先来看日经指数 我们收盘是在一点半以后 当时其实日经已经来到盘下了 但是后续走得更弱了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日经是大跌了 2.23%现在一跳 跌了850点 那么日经之所以大跌反映的是日元 我们回来看日元 在今天日元出现了强升 现在已经来到了145了 所以蔡总 我们在收盘之后出现了 不管是日元的强升和日股的大跌 会反映在明天的台股吗 那当然 因为我们没有反映 我们今天盘中还一度挑战了这个季线 但收盘的话 亚洲股市日本跟南韩跌幅都有超过一帕 好 我们也来看一下南韩股市 刚蔡总特别提醒南韩股市 我们留意到这是在一点钟左右 还在这个附近 对不对 瞬间出现击杀 目前南韩股市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大跌超过一个百分点了 所以日韩股市在台股收盘之后出现了 非常大幅度的回党跟日元的升值息相关 而且日元的升值也带动了亚洲货币 包括人民币 台币 韩环都同步的升值 因为岸田文雄表示 9月不参加自民党党魁的选举 那有人讲说岸田文雄 就是日元升值当中最大的石头 把这个石头搬开以后 不管谁是下一届的日本首相的话 日元就是要升了 所以一升值的升息以后就升值 那这个今天台币也在盘中 我们也来看一下台币 台币是不是也根基也升了 现在最新的报价是 32.038对1美元的最新报价也升了 人民币也升了 人民币今天刚才已经升破 7.13的一个关卡 所以日元签一法动全身 好 日元签一法动全身 我们记得日元上一次升息 升值是跌1800点那一天 印象深刻 所以他再度出现了升息升值的声浪 是不是有可能现在冲击到的是日韩股市 明天是台股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要知道 现在的这些所谓的对冲基金就两派 一个就说日本不会升了 可是大家知道去查一下 先锋基金他现在说 他押注两个 押注日元升息 而且押注日本的债券会跌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 把日元的线图掉开了 我们来日元看一下线图 先扁后升 这个地方就要留意了 如果接下来日本的升息 应该说升值 日元升值是持续往下的话 不要忘记了 上次的大跌是因为怎么样 1800点别忘了 为什么因为套利交易 大家要赶快再卖美股 然后把美元换成日元 日元往下走就是升 一路的升 这一波造成了所谓的全球股灾 我曾经一天跌1800点 当时就说因为他一升之后 渡边太太们会在全世界大平仓 后来又说差不多了 平仓也平了 差不多四分之三了 差不多又开始出现了反弹 升值那时候说 日本央行自己出来说 我们不一定要升 但现在又传出有可能还是卫生 特别是在岸田文雄确定 不参选之后 所以现在再度出现了升值的声浪 很可怕 很担心 所以军姐你看 但之前不是该平仓都平仓完了吗 对 这一次的威力还会像上次一样 那么恐怖吗 我觉得如果没有破141就OK 但是大家记得 这里的反弹 如果说以日本强身之后的反弹 你看连150都站不上 这个反弹叫弱势反弹 所以反弹之后如果 这个反弹真的不够 再换下去破底 那表示说接下来日元会持续强势 日元强势就是第一波的 平仓炒之后 会有第二波的平仓炒出来 第二波不是该平的平完 可是军姐你要想 美股是不是现在弹得很高 美股弹起来之后 假设现在美股 持有美股投资人 他现在是一样去借日元的话 他一样会卖美股 把美元换成日元 继续来回补这个动作 会有第二波平仓炒 我觉得会 好我们那回来请蔡总 那日元升值全球大平仓 有没有可能再度启动 再加上现在台股面临季限关卡 对 那是双重压力 所以这个台股反弹之后 已经反弹了2700点 那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了 也就是说弹有机会 但是那个空间少 我们来看一下标普的话 因为广度比较大的美股 他距离高点2% 但是台湾是跟着纳斯达克 还有高点还有6% 尤其会半还距离高点15% 注意一下会半到目前没有过季限 但台股的话距离这个24416的这个高点 我们还有差不多9%左右 还有2000点 那但是我们今天一度已经触及了季限 所以对比之下 能看领先 看领先这个会半 但是万一今天晚上会半 也没有上去的话 那台股进入深水区就要注意了 然后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股市的这个礼拜的关键 这个礼拜很多事情 21号机器人自动展 22号联总会的会议记录 最重要是这一个 最重要是这个 礼拜五23号 包威瓦会在全球的这个央行年会 这个生活的年会 发表谈话 但是注意他台北时间晚上的10点 晚上10点没有环境 环境要等到下个礼拜 所以这个礼拜的话 没有重量级的经济数据 刚股市在像上个礼拜这样 但是我要补充一下 明天除了机器人诊 大家看黄仁勋 那个男人会不会来之外 明天台积电德国厂要动土 会不会有庆祝行情呢 这也是明天的大事 但我们回来看 因为季线是生命线 来到季线真的有办法一次过吗 现在日元在升纸 我真的有点难心 对对对 因为你看今天的成交让观众 不要看今天盘中挑战季线 今天只有3191亿 这一波反弹今天的量最少 那你还攻击线 所以表示投资人也很聪明 他追到这个地方 他也不想追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基本面不好的股票 投机型的股票 应该要减码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反弹的弧度 大盘其实从最低点弹起来 14% 但台积电非常厉害 它涨了差不多20% 但是全职股F4 涨最多的是莲花科 莲花科从最低点981 这样上来30% 为什么它跌升 跌升的话涨得多 但是我特别挑出 这具有代表性的四档股票 它从这个地点反弹起来 大概像雅光 军豪 原相 都50% 甚至60% 那金刚这个是传产的军工 也有30几% 我们来注意一下 他们共同的逻辑 而且他不是反弹的弧度大 他还创高 台积电 莲花科都没创高 他们通通都是创下波段的高点 密码在什么 强劲的财报跟成长性 所以我们观众 本来手上股票 升水器也不一定 明天就马上就跌很多 不一定 也许会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你要检查你的股票 比如亚光 你看第一季的EPS1.99 YY75% 军豪的话 Y92% 原相还250% 金刚来到了50几% 当然你可以看 这个原相像这种领先的股票 他很厉害 他提前就有点告诉你 这个大法有点要整理 他已经最强的股票 已经两天 这样有点停顿 但是大盘整理之后 会率先起来股票 应该还是这些成长 还是财报好的 财报才出王道 来问一下昌星 你看基线会怎么 台股会怎么应对基线 我觉得现在变大型股走不动了 然后变小型股活蹦乱跳 大家如果看 这个所谓的现在的大盘 大盘到基线之后 停了呀 没有量 刚才在用讲了 可是小型股量很多 所以第一口大家知道 贵买指数是站上季线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你看每一个区间 你都要知道 现在的强势股是谁 如果你现在讲什么联发科 台积电 基本上涨到一定了 不会动了 可是贵买指数 大家知道 它的量能并没有萎缩 所以这些所谓的中食物的资金 压保这一波继续涨 所以它继续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贵买台指数 是连续二四六七连七红 而且外资也回过来 可是我觉得外资有可能一半 就是这种所谓的假外资 所以现在的盘面是怎么样 柜台指数比加权指数强 所以大盘的大英权股 我认为动不了 所以上线来看一下 所以面临季线 还是要尊重节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指数 空间已经变小了 接下来指数 大家也不要觉得会大跌 我认为就是越季线来做震荡 然后把这个量 当然我们不是很担心 日元的平仓潮吗 对啊 但是会怎么样 先压回嘛 先压回看月线再说啦 不会日元平常就马上崩跌了 不会啦 大家看日韩 上次被吓过了 大家被吓过了 那基本上除非 我刚才讲日元强升 如果日元一路强升到139 138 不会不动 那这就成为危险 但现在还没有嘛 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我认为大家知道 现在的盘面上 有几个重要的核心 就是我告诉大家三个 继续反弹的关键 这三个关键如果都在 那你也不用怕 可是如果一一的开始转变的话 你就要特别留意哦 第一个是台 台湾的这个台币哦 跟日元比较不一样啊 台币代表是资金的流入嘛 对不对 其实日元代表是平仓潮 所以你不要看台币升值很可怕 没有 这一波反弹就台币一直升 所以台币不要再大扁 就一路升值 像今天盘中还强升嘛 所以说这里会突然大跌 我觉得也不容易 所以第一个台币强升 其实这边只要不要大扁 那基本上资金还是有利 第二个外资在这边呢 我认为就是回补 各位看到 外资的卖超一路减少 一路减少一路减少 他一路买回来 所以外资在这里呢 不要再做大幅的卖超 那最重要就是波动率 大家看到 就是你看 就是选择全波动率 对啊 你看已经降到这边嘛 降到25了嘛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又到波动率的起涨点了 所以我认为呢 金明两天一定要特别留意 今天的盘面 其实上还是涨了嘛 对不对 还是在这个临轴上下 可是如果明天的盘 开始有波动大的时候 这个波动如果上升 就不能让它变成什么 涨到30下变上升趋势 如果波动率变上升趋势 那么就是一个短线 又一个比较大震荡的开始 因此我建议大家 现在的布局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我从外资的ETF的布局 告诉大家 你看外资其实怎么样 在卖00632 所以这边的其实大盘 我认为呢 外资其实他这边没有看得很空 他还在卖反一 外资卖反一 然后外资在买0050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外资在这边 还没有正式转空 对没有正式转空 这边还在 他还在做短多了 所以卖反一买0050 那基本上这个盘呢 我认为大家不要自己下自己 只是说短线全职股的空间有限 那外资很多人都看不懂 外资到底谁在床上 你看一下卖高股息 一下又买高股息 我请大家去看 这个是溢价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没有方向性的 他卖出00929 又买940 不是因为他看好大盘 是因为00940 他是折价 大家都不要的时候 外资就买 大家在追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比较好 在追的时候外资就买 所以这两个在套价差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说 当这里其实Jason Hall的会议就是 鲍尔要释出叫不要降息 有没有降息很多空间的时候 外资先告诉你 外资认为 这边的降息空间不大 所以他才会减码美国公债 他去投什么电信债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调整的空间 所以这边的公债 其实外资减码 那电信债再做加码 好这个是ETF的部分 那最后在选股的方向 我给大家几个方向 就是说我认为今天比较强制类股 都告诉你一件事情 资金的流动从中小在走 而且对中小 而且是找什么 低本益比有获利的 我们先讲反例好不好 我觉得啦 南能湖坐上海油管的嘛 然后坐上面 EPS是负数 你看 拉成这样 为什么传出来说 他也要开始做营件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要做营件的话 你看黄昌特三 Q2占三块 贯德Q2占四块 这就比较香嘛 你不要去买这个 传出来明年会获利的 我认为你要找有EPS文件的 那如果喜欢电子股的朋友 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 我上次里面提到美率 我告诉我其实大概在这边 结果他 我说这跟着什么 蓝牙耳机嘛 你是要讲话嘛 冲上去你看 本益比几倍 17倍 营充多少 月增16% 年增多少 年增60% 所以这个有机会 那今天谁藏宏 瑞玉 这也是一样 那今天帮大家讲一道 翼龙店 本益比14% 营收月增7%的 我认为这种消费性电子的中小型股票 其实比较有机会 那大型股反而不动 那这个时候呢 要等待决生后的会议之后 再来做表决 好所以这个礼拜的大代季 我们等会好好来谈一谈 包括明天台湾的机器人展 明天台积电在海外德国厂的动土 以及这个礼拜的全球央行年会 不再谈这个礼拜的大代季 之前我们先来投票 面对距离季线只剩26点 台股到底会怎么走 往上突破给圈 认为会先压回给擦 请举台 面对季线 台股会怎么走 来我们看到 一二三四有四票都给差 谢宗雷琳 真的是勇敢的带完了 只有你给缺 你是认为会一次冲过去吗 我们刚刚讲日元你不怕吗 日元基本上它是 大家都担心那个套利交易 它套利到底套什么东西 套债券不是套股票 但是上一次它升 我们就跌了一千八百点 其实现在升值应该是美元这边 美国这边要降息 美国这边要降息的话 其实亚币这边全部都在升值 那升值的话 其实大家想说 升值的话那股市会跌 其实日元升值股市 把它就会跌 但是我们这边可能不太一样 而且如果说我们这边要跌的话 台积电要先跌 台电还敢拉尾盘 你觉得台电会跌 台电会拉尾盘 台电拉尾盘是不是在浴室 明天德国厂的动土 对啊 它离一千块只剩一点点而已 虽然如果说你说 拉尾盘第二只脚 这个地方没有量 可是会不会在拉尾盘的时候 还没看到日韩股市 不会拉尾盘的绝对不是傻 拉尾盘的大户 好不好 所以台电这边我认为应该是明天搞不好还有机会冲 还有机会冲的话 台股这边根本就没有累积到沙盘动人 所以要掉下来不太容易 掉下来不太容易的话 台电如果往上冲一下的话 台股搞不好还会涨 这是独排众议给圈的 那我问一下给差的 来 音量给差 为什么 其实因为现在台积电领先过季线 理论上来讲大盘也要过季线 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量出不来嘛 所以宁愿让它稍微先蹲下来 补个量再上 我觉得会比较健康 喝了再上 对 因为量不够啊 好 我们谈到这个礼拜大事呢 在海外最重要的是台积电 德国厂的动土 国内最重要的是机器人展 辣个男人到底会不会来台湾 不过我们先来讲台积电了 台积电德国厂的动土 在今天拉尾盘 我们来问一下文塞 你看勒 会有清楚行情吗 没有 但是很多人说德国厂的挑战 没有 包括什么 你直接讲没有 对 直接讲没有 你直接讲没有 我后面还录得下去 没有 开玩笑 好了 我们来讲德国厂的布局 他在德勒斯登 对不对 对 那明天的动土代表的意义是 因为他去 不可能是台积电节的人去嘛 整肉脏肝对不对 对 如果假设是在台南 在高雄 设新厂 我觉会长 在德国设新厂 在美国设新厂 市场的反应不一定 不一样 不一定 那这次主要是要德国 有叫萨克森邦里面的首辅 这个叫德勒斯登 那现在是8月20号要动工 2027年要生产 那这次的话台积电投资70% 另外有30%的话 Porsh的话投资10% 这个是属于汽车零组件的 好 那英飞零的话 车用电子大厂 恩质普投资10% 车用晶片 这个重点的话 其实在车用的部分 那你可以发现 他主要是生长 22奈米跟28奈米的CMOS 这个CMOS主要是要做CIS 叫做感测器 所以它是用在车用的感测器 好 12奈米跟16奈米分配的话 这骑士厂销电晶体 这个东西当然都是用在消费型电影产品 所以它还是属于比较成熟型的 不是比较先进型的 那这一次投资的话 大概是100亿欧元 德国补助50% 阿萨利的 50%不错 50又欧元 比较阿萨利 做阿萨利 那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说 投资国外市场反应会比较冷淡 投资国内的话会觉得市场烦鸟 因为投资国内的话 它很快就会设厂而且速度会很快 马上就可以看到营收 看到所谓的绩效 但在海外就不一定 听说欧洲的工会比美国工会更难搞 在海外尤其是在欧美的话 第一个想法就这样 我投资我要不要体内折旧 要 你看台积电2023年体内折旧是5322亿 2024年是6820亿 2025年是8500亿 2026年是9665亿 好我要先体内折旧 但是欧美的国家 他们一般来讲劳工都是这样 就是说我工作八个小时 我生活八个小时 睡觉八个小时 没什么瞧鬼 你们这个台积电24小时 轮班至铁汉工厂 在我这边我不接受 我就是walk life balance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我要先体内折旧 但是厂什么时候会盖好 什么时候会回收 不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觉得对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股价反应 今天就没有什么反应 拉尾盘 对 但是在前半场是在平板以下 因为这个消息 一早就知道 一早就应该去反应这个东西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发现台积电的好爱布局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说环境面对所谓的洗衣厂商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到美国设650亿 在德国德热斯堡的话 德热斯登的话 投资了108亿美元 日本熊本已经投资200亿 你可以发现 现在日本的熊本 已经变成小竹科了 小竹科 那不只房地亚大厂 租了一大堆的协力厂商 国内有名的设备厂商 都可以看得到 一个一个一个都在那边 设所谓的这个办事处 设那个就是要抢台积电的声音 那你以返萱为例 德热斯登现在明天要开工 返萱已经在德热斯登设办事处了 抽行李 那崇越的话 崇越也到德国去了 对 他到德热斯登旁边 捷克布拉格 那开车两个小时 看这两个小时 出去了就过去了 所以所以你看 从业赶快跑过去 信红科的话 他做水质店整合 他到日本加速布局 他还要抢检测 然后像洪康在明谷屋 在熊本也设计 这种实验室 所以原则上也在抢生意 汉唐 帆萱的话 也在美国厂设办事处 所以你可以发现 台积电就是一个肥肉 大家抢着肥肉汁 他到任何地方去 就是整个肉脏肝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来回来谈 刚刚来我们请 阿布塞帮我们来看 那既然你认为台积电 德国厂的重途 对台积电的股价 没有倾注行情 因为确实到海外设厂 问题很多了 但对这些协力厂呢 协力厂应该是利多吧 对对 所以今天设备股的话 有很多股票 像新盈就创新高了 那这段时间像红书的话 也是拉到 我们看新盈的话 我们看它的 K线图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发现 所以这些协力厂 对这些协力厂 其实是利多了 这次你看 这边跌的话 跌了四千七百五十七点 这边反弹 反弹两千八百二十二点 但是你可以发现红书 包括这个新盈 其他股价 你看都创新高 在这个地方 这样跌 跌了四千七百五十七点 反弹两千八百二十二点 是创新高 所以你可以发现 协力厂商设备的话 它的售位程度还是比较高 所以原则上股价 是稍微比较好 那我们回来看公格 当然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台积电 虽然台积电本身 你没有那么看好 但它有可能影响到的是周边 包括全职股 我是说欧洲涨市场没有反应 但是我觉得 因为反弹两千八百二十二点 难免会整理 但是我觉得整理的 四百点五百点都正常 但是不会跌太多 拉回六百七十块 这个七百就是所谓的 九百七十块以下 现在九七三 我觉得如果回到九七零以下 还是可以买 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营收成长率 未来八月九月十月 连续几个月会冲得很高 为什么你看 这个五奈米它的成长 五奈米的H系列 在第二季是八万片 八十万片 第三季是一百一十万片 第四季一百三十万片 所以你看这五奈米它的成长还是很高 好 我们来看三奈米 三奈米第一季在这个地方 就原则上三奈米的话 未来是这样冲的 三奈米一片的话是两万块钱美金 五奈米一片是一万六一万五左右 这两万块的话 你看它成长率非常高 所以未来台积电八月九月十月 这三个月的营收应该是会冲上去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 欧洲厂不会反应 如果是在什么同楼厂 或是在高雄厂 是什么厂也会反应 这是过去市场的惯性 定律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大概拉回 我觉得是一个买点 那另外 其他全市股 对对对 如果说九百七十块以下有拉回 其实我觉得拉回就慢慢慢慢买 这个台积电是这样 那鸿海的话反而比较少 因为他第三季的营收 本来预估成长18%只有13% 因为iPhone的话 第三季年增只有4% 第四季年增只有5% 本来预估是一成 所以短期它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鸿海的话 短期里面让它整理 所以原则上它的股价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一百八十到两百块 两百块中间 但是联花客不一样 联花客最近的话 比较讲究说 它的天机九千四要出来了 现在外资报告的话 是怎样 把它从三百万颗 调高到四百五十万颗 因为现在是叫做天机九千三 天机九千三 一个是一百四十块钱美金 天机九千四 一颗是一百七十块 结果他从三百五十万颗 把调高到四百三百万颗 调高到四百五十万颗 所以第三季第四季 营收会这样做拉伸 所以反而联花客 你可以发现这两天就比较强 那这个的话就是自己操作 大概原则上一千二到一千四做操作 那像国具这一种的 好像除息在这个地方 但他每次公布营收就创新高 公布获利也是创新高 像这种营收获利不断创新到股票的话 其实它会有填写的效果 反而这个地方应该积极操作 会比较理想 但毕竟台积电德国厂的动土 是大事 我们还是要投一下票 各位怎么看973的台积电 这个地方策略上应该怎么操作呢 请举牌 认为973还是可以买的啦 也只可以买买下去 没关系啦 我们看到 阿文塞就是这么认为 有三票圈 一票在中间 两票在中间 来蔡总为什么给中间 我觉得毕竟一千会有压力的 所以一千块是这次光卡的压力 而且今天其实AI的股票 亚洲的股票是跌的 海力是重挫三趴 为什么 就是大家觉得挥打 涨到这个地方也差不多了 短线开始 涨太多了 对 而且财报公布之前 没有人要再去追 东京威力科创 日本的那个AI股票 也就是跌三趴 跟我们去去 这个我觉得不太合理 来 宗宁是给缺 对 因为973到一千块 还有二十七块 二十七块 一千有要我知道 千万还有二十七块 可以赚 而且应该这么讲 我们看长一点 现在阿文塞刚才讲了 三奈米 四奈米 五奈米 其实现在三奈米 四奈米 五奈米 基本上就全满的 那接下来是不是叫二奈米 二奈米现在已经有订单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台电来说 七奈米已经变成成都自成了 那你二三四奈米 这边如果说都没问题的话 那现在是不是全球在扩厂 德国 台湾 日本 美国都在扩厂 都在扩厂的话 这些厂什么时候完成 是不是差不多二零二六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什么 台积电真正的爆发 二零二七年 现在二零二四年 973我认为 基本上还算是便宜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哪些个股 你认为可以做多呢 基本上我认为 因为现在没有量 没有量没有关系 因为什么 没有累积到沙盘动能 其实我记得 我上礼拜来讲 谈起来没量 就是谈到有量为止 因为低档的砍掉的 这个地方比较低高 你干脆一天 一千张台积电给他敲下去 一千股我可以 一千张有点难 我可以打吗 一千股 但如果说从这边 我认为 接下来你可以看什么 光通讯的部分 比如说像那个 华星光的部分 今天很快就涨停板了 他是什么 他是Marvel 就是麦威尔这边给他单 那在联军 联军这一波 基本上已经将近V转了 他这是甲骨文给他单 不管是400区 还是那个800区的部分 或是说像那个上权 上权从三几块 到现在为止 你没看到什么营收 题材是什么 就是说什么他拿回答的晶片 做了一个demo CPU的demo 然后去给台电做认证 然后听说认证 已经过两关了 现在还能做一关 业绩都还没出来 基本上怎么样 基本上股价已经 现在161块 去年我记得 应该说去年 都才三十几块而已 这个也就是像这些股票 基本上怎么样 那现在上权 你是不是报过 对我讲过 那时候四五十块的时候 所以这些那时候涨什么 对那时候涨提财发酵 但是现在呢 现在提财 不是那四五十块 你报过你现在一百多块 你还在讲这档 现在有三十几块的 业姐这个还没找完 因为题材发酵 再来题材实现 那题材实现的话 其实如果说 我们刚刚讲的GQ 对不对 那个GP200的GQ 要出的话 红海这边会先出 那红海这边会先出的话 你可要往红海这边去看 那红海这边的话 有两只 一只叫讯星 一只叫灰 一只叫那个健翰 其实这两只 当然一只是两百多块 是三十几块 三十几块的 我认为CP值比较高了 不是说因为他比较 下两百多块 健翰3062 对 如果说我们先看 基本面的话 之前是不是有说到 红海是不是拿到 独家拿到 NVL Link的交换器订单 那拿到之后 到底给谁做 红家军里面 在做交换器的 就做一家而已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健翰 健翰就是在做这个交换器的 所以红海拿到之后 会给谁 基本上就给健翰做 再来呢 再来拨通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有Maveo 有那个甲骨文 有有拨通 大家都在做的时候 大家一定怎么样 基本上已经有一家先跑 后面一定会跟着往上走 那拨通的部分 基本上光通讯的部分 它的光引擎 封装是给谁 给训新做 所以训新200多块 但训新现在我们业绩 训新现在EPS是负的 所以为什么会说 我们找CP值较高的 因为 那他EPS怎样呢 他已经转亏为盈了 好不好 训新还是负的 但是他已经转亏为盈了 也就是说什么 也没赚多什么 只转亏为盈而已 上半年没赚多 但是下半年会冲很快 因为拨通这部分 封装给训新做 那封装之后呢 模组基本上都建案这边做 再怎么样 再就是他转亏为盈了 也就是说你看那个 虽然说只有一点点 拜托这一点点 起码比训新高好不好 训新还是负的 能不好啊高负 但是你看他的营收 他营收有没有上来 之前是2亿多 7月份已经跳到4亿多 那接下来像这些单 基本上陆续进来的话 都怎么样 他会陆续往上走 所以转亏为盈 而且现行 你看这个现行 他已经突破相当压力线了 而且如果说 你看现行的话 你有没有发觉 特别强 他已经接近V转了 在挑战前高了 所以股价在涨 一定涨一个 可能现在大家不知道的理由 但是呢 光通讯的部分 我认为 它是有个族群在 有族群在的话 你可以找CP值最高的 健康的部分 好我们讨论 这个礼拜的短代季 我们提醒你 明天台积电 德国德勒斯商场 要正式动土了 那回到国内 国内明天有机器人展 那个男人会来吗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他有私人飞机 说来就来了 在今天最忙的 其实那些餐厅业者 他们都开始在船 黄仁勋会不会来 我们餐厅吃饭 所以那些黄仁勋的 美食地图的餐厅们 现在好忙 不知道这个男人 那个男人 到底会不会来 但我回来看 机器人展 明天的机器人展 有没有可能 再先高潮呢 先讲一下 这个谷歌的前CEO 斯密特 报名牌 就是报辉达 那斯密特在谷歌 担任10年的CEO 也曾经是苹果董事会的成员 所以这个人在这个矽谷 非常有影响力 他说 现在这些科技技术 还要砸3000亿美金 台币9兆 要建立AI的资料中心 最主要以谁为主 就是买辉达的GPU 可是Google不是辉达的敌人吗 Google不是自己也要搞吗 他现在 他已经离开Google 自己有一个创投公司 所以只要会涨的股票 他可能都买都推荐 他是这样 他小谷歌有TPU 但是早期的阶段 就难以跟这个飞达的GPU 来这个PK 还有他也会批评人家 你看微软 你跟这个OpenAI 去合作 还投了1000多亿美金 搞了一个星际君门 还用太厉害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吗 AMD 苏之峰的AMD 是 他欢迎了这个飞达的软体平台 就是那个Cuda 但是到目前 AMD版的Cuda 对 居然他爆一个料 他说 这个AMD的这些软体的平台 还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给料刚 你干脆就用这个飞达 但是 这个8月28号 我们先讲最重要 财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提醒一下 现在有三种情境 8月28号回来财务报会怎么样 这个 我说真的 华尔街 这些分析师也蛮 你知道 对 123 123根本就三个他都压了 一个叫做幼于预期 一个叫伏预期 一个叫不如预期 他不是三种选项都压保了吗 华尔街的分析师也太透极了 对 他这个面面俱到 但是我们进一步说明 对台股的影响 第一个优以预期的话台股会再被带动一波 搞不好就一下子 那第二个符合预期的话台股涨跌互渐 为什么 很多的股票 挥打概念股 AI概念股 他要搭这个8月28号的轿子 主力都改变好 基本变普普通通 或不怎么样 假如说符合预期而已 没有惊喜 这样的股票就会跌 但是你假如是AI的股票 有EPS的可能会涨 涨跌互渐 第三个最糟糕 不如预期就会跌 其实我告诉大家 也不排除这个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挥打联系三计 他那个财报成长都是两倍 两倍 你都习惯两倍 这次出来 把你20%变20%成长 他还是成长 但是只有20%的话 就会不如预期 就会失望的卖压 这件事我要好好来问一下各位 因为华尔街分析师说 NVIDIA的财报 有这三种情境 不用一共我也知道 不是 又预期就是符合预期 就是不如预期 那又预期会涨 符合预期涨跌 不如预期会跌 这我也知道 问题是他没告诉我 到底是哪一个 我要投一下票来 认为828 挥打财报会又预期 我说的不是财报量力 他的财报一定很好 对 关键是在预期 我觉得他很好 但他有没有好到市场的预期 这才是关键 所以我要问各位 如果你认为是情境一 又预期请你给我圈 如果是情境二 放中间 情境三 给他 你们认为 回答828的财报 会是哪一种情境呢 请举拍 我们来看到 认为又预期的有三票 认为不如预期的有一票 认为符合预期的有一票 这是现场的投票 那么828答案就会揭晓 但我们回来讲机器人展了 因为大家都在看到底黄仁轩会不会来 现在有两种说法 又有两种说法 来还不来 那我也知道 因为正式 上次Compute Test的话 他来是挥达花表产品 而且重要的像红孩 技嘉 这个广达供应店 他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但是机器人 目前并不是挥达主要的业务 上次Compute Test的话 他来是挥达花表产品 而且重要的像红孩 技嘉 这个广达供应店 他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但是机器人 目前并不是挥达主要的业务 这些只是合作 我给你GPU 你再去做机器人 是 所以他没有直接 他不是他的AI伺服器 他不一定会来 不一定会来 而且8月28号 我们刚才讲过 就花表那个财报 就没有 话说 对 然后这个机器展示 21号到24号 所以他来不来 24号完以后 赶快坐飞机回去 不小心就留在台湾 那个餐厅要逛一下 怎么来得及 来不及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 不会来 我知道 就是 黄日旭会不会来 两种情绪 一种情绪是来 一种情绪是不来 我也知道 难道还有第三种吗 来到中途再回去吗 好 但我们回来讲机器人展 因为大家对这次机器人展 有高度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股价 相关的机器人概念股都涨了 特别是在机器人这个产业 未来的爆发性 可能每年是50%的复合成长 所以现在外界看 西方是一对 中国是一对 在机器人就像半导体一样 也出现了西方与中国的对抗 对我们先看一下 大摩预估 机器人的人口 2030年前球只有4万 到了2040年的话 冲上800万 20倍 10年用20倍出来 这个产业不得了 但是现在这个产业 也划分了这个东西方 我们先讲美国对就挥打 挥打为主 挥打其实他AI的龙头 跨入这个人型的机器人 他还是领先 他投资一家公司叫Server 你看本来股票 一块两块美金 他去年用四块入股 标了 7月以来标了863% 这样八倍 靠他 最近有一个回档 还是涨了346% 不得了 对 那其实这个Server的最大股东 是Uber的子公司 叫PostMath 所以Uber和NVIDIA都是他的股东 对 但是最大股东是Uber 因为那个是PostMath 是一个快递公司 那他做什么 这个机器人 人型机器人 这就是NVIDIA投资的机器人 物流送货的机器人 这个减少了Uber Uber的送货源减少 他眼睛还会眨 其实他大大的眼睛 黄色的外观 为什么 现在的话 他可以跑到 比如洛杉矶 旧金山也核准了 他现在已经有在送货了吗 有开始 现在洛杉矶 好 这算他有黄色外观的 为什么要黄色 你要 你有走到这个人行道 你为了安全 黄色有一个警示的作用 所以美国的法规 其实规定很严格 好可爱 很可爱 那这个客户的话 可以用手机来随时追踪 我现在叫那个汉堡 送到哪个地方 他是随时可以追踪 然后会给你一组的密码 你根据这个密码输入了以后 就打开 请这个餐点 要不然都说 不然中途被人家吃掉 被人家拦截了 这也不行 所以你看美国进行这样 但是中国的话 因为他主要 中国机器人也很厉害 北京益庄 益庄是一个控股公司 到处投投投投投 都是机器人 所以益庄在北京 那个经济的开发区 那个地方变成了 中国那个机器人的一个聚落 都在那边发展 小米机器人好像也在益庄 对 他投资什么 投资比如说小米 这个我们这个说 这个四组的一个机器人 CyberDoc 这个都可以 以前我们也讲过了 但是我们想这个机器人的应用 刚才大家讲说 怎么2030年四万 到2040年变成八百万 成长二十倍 因为机器人 要做什么东西 机器人 我们刚才讲过 他可以送货 搬货 那以前我们也讲过 我告诉你 我讲一个最不可思议的 机器人可以当化妆师 我都想不过化妆师 两分钟 你就讲什么 人脸3D 给你建立那个模型 听说有一万种的美妆 根据你的这个 你的练习 那要测试一下 你适合哪一种 中国机器人蛮厉害的 两分钟就给你卫好 卫得水水 比较有水水吗 有啦 但是我在想说 我都想不到 这个居然以后化妆师会失业 这个这个机器人 所以现在中国机器人 竟然还有美妆机器人 帮你化妆 对啊 一台才几万块人民币 买了几万块 那就是做了 然后还有我们当父母 小时候都逼小孩子去练琴 一些音乐 现在把我们演奏的机器人 机器人给你摊 世界明清 所以你看这个机器人的用途 非常的快 不然他谈得好不好听 如果富康可以的话 Nature Sound放出来 我们听一下 他谈得怎么样 有啦 有一定的水分 听听看 不错 对啊 演奏机器人 我们写了好几年 不见得谈这种水准 哎呦 没错 除了有化妆机器人 演奏机器人之外呢 中国据说 艺装的那个机器人 非常厉害 各色各样的 连煎饼都有 对不对 对啊 煎饼 厨师也被 厨师也没没操劳 我看这机器人 我都很烦恼 现在更多的机器人 都快被他干卦 他们也可以煎饼 你看煎饼 对煎饼 更不要讲搬货 搬货 对 搬货那个我们很早就知道 物流非常重要 现在化妆师演奏音乐 煎饼 都煎饼 都有 好 所以我们来看机器人 概念骨到底会不会涨 好 这两天 有机器人 能当时 但是 8月21号之前 如果起太多 要下车一下 要下车一下 万一黄仁勋不来 万一 而且你来看一下 我跟你说 我很客观 把这些最标的 今年我告诉你 最标 黄仁勋来不来 真的会影响到 机器人概念骨的涨跌吗 会 因为人气的 黄仁勋现在才有办法 把那个台股人气拉起来 无论只有3000亿的成交量 你看罗生 今年涨441% 上班的EPS才0.05 这都不容易差 隐汉 涨4倍 还户的 所罗门 所罗门 共起来0.35 已经算是打败 打败他们 涨了348% 维田涨了 这个比它涨的少 最近的几涨 这涨16% EPS还有 维田还比较好一点 欣汉还汇油 欣汉涨的不多 但是它也是富的 汇油也都是富的 我跟你说 这都最标的机器人 很标 但是EPS没有 完全是要搭机器人展 搭黄仁勋的教制 所以我提醒大家 这些股票 这一两天再急涨 可能要冷静一下 短线急涨 如果黄仁勋又没来的话 还是要出 好 来 硬量的意见 对机器人干年股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跟蔡总讲的一样 你要做最坏打算 就是我们假设黄仁勋 不来台湾的情况之下 机器人干年股 把那股价管一个男人 要不要来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人 买一些标股 都是因为他 那他如果不来的话 那一些涨比较多的 他一定会有卖压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挑 要找什么 就算他不来 他有亮点的 这些机器人概念股 因为毕竟机器人 他是一个长线的题材 所以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你会发现到今天 这些涨停板的股票 或大涨股票里面 很多是之前 没有什么涨到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他们是有一些 是真的有参涨的 比如说像气力 这个大家没听过 对说气动元件 气动元件 他有参涨 君豪 对君豪 君豪大家都知道 君豪涨比较多 其实这 我们节目有谈过 对这六档里面 其实最近来讲的话 只有这个 现行上看起来长比较多 其他是怎么样 其他是有点在补涨的一个 那你学哪一档 好 那我们先看就说 这个里面 哪一些是真正有参涨的 我大概整理出一个表格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分四个区块 一个是有机器手背 然后工业电脑 然后AI的应用 以及相关零组件的部分 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机器手背 应该会是这一次的重点 因为现阶段来讲 台湾要做人型机器人 很少会跨入到 但是很多工厂要改建 所谓的智慧化的话 来讲的话 机器手背都要用得到 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呢 像罗森这已经涨很多了 那值得我们之前也讲过 那值得有上来 那今天来看新汉的部分 为什么要看他呢 我们看一下 对八二三十的新汉 刚才我讲的没有错 八二三四 八二三四 上半年是赔有赔钱没有错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他第二季单季 其实是赚钱的 赚零点零七 只是第一季亏比较多 所以他第二季是正式亏转盈 然后你看他七月份的营收 这几家都是赔 都是怎么样 都负成长 只有他是月增三十八 而且董事长在一月份就讲过了 他说他们家公司 第三季开始出货量会大增 那七月份就第三季开始吗 他讲的是对的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下半年营收真的会上来 他做什么呢 在整个集团里面来讲的话 他的机器手背 有大型跟小型的 大型来讲的话 对像物流 这个物流中心 这种大型的搬货柜箱 他可以做到 那像一般有些组装来讲 比如小一点的话来讲的话 他也有 他是透过旗下的这个子公司 叫做创博科技 创博科技现在跟谁合作 跟正威 跟蒙力集团的蒙英科技 也做这个减速器的部分 谐波减速器的部分 那他亮点在哪里 我刚才讲 一定要有新的亮点 是 他是目前这一次里面 全台湾来讲 唯一一个有推出 所谓工业版AI助理的部分 那这个呢 就很 讲简单一点 大家去想一个钢铁人的画面 钢铁人的主角 在修机器的时候 他是自己在修吗 不是呢 他是问那个机器人 这个地方该怎么修 他给他一个答案 现在来讲 他就推出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突然发现这个时代 所有过去电影演过的画面 好像都在实现 真的都会在真实世界上演 真实世界实现 所以他套用在 这整个工厂里面来讲的话 传统工厂两个问题 一个是产品的良率不高 再是产量偏低 所以他利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你工厂要改善这个产品的产量 跟良率来讲的话 你要一个礼拜时间 是 他现在你用透过AI的方式 你用为AI助理来讲的话 等待一周以上的时间 缩短了多少 一分钟 现在来讲 他就推出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突然发现这个时代 所有过去电影演过的画面 好像都在实现 真的都会在真实世界上演 真实世界实现 所以他套用在这整个工厂里面来讲的话 传统工厂两个问题 一个是产品的良率不高 再是产量偏低 所以他利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你工厂要改善这个产品的产量 跟良率来讲的话 你要一个礼拜时间 是 他现在你用透过AI的方式 你用为AI助理来讲的话 等待一周以上的时间 缩短了多少 一分钟 直接节省99% 全部搞定 对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是比较新的题材 在他第四季 他跟耐能科技做合作 耐能科技的老板是谁 后面是鸿海 鸿海来讲的话 他他出所谓的AI 边缘运算晶片 然后他带工 所以第四季 边缘AI伺服器也会出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基础面 我觉得下半年转机性蛮强的 我们看他K线形态 其实你会发现这波也是怎么样 跌下来之后慢慢V上来 其实连高点都还没过 但很多机器人概念5 其实高点都已经过 再来你看他成交量 最近今天来讲 是刚刚有点微服出量而已 那大量在这个地方 所以整理一段时间 刚刚出量表态 这边来讲 我觉得是有机会 可以过前高 可以做参考 好 我们赶快为您插播 三大法人 外资在今天是站在卖方 但卖的不多 只有卖三十四亿 但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我们刚开场就讨论了 日元的升值 有没有可能引爆 外资的平仓潮 所以阿伯恩斯安你怎么看 我觉得日元当然是一个 避险的一个货币 一旦如果升值表示 他在海外投资都回来 是全球有低眼增值的风险 当然一定要小心 但是我这一次 我认为这一次 能够反弹2822点 我觉得冷气回流的速度比较好 而且农券有四万多张 农券有四万多张 最后上来如果要增加四万张 增加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盘 还是有一定的搁空力道 好 我刚刚看的是外资在现货市场 那么在期货市场呢 期货市场大概 就是小幅的回补空单三百口左右 所以还是三万四左右 所以现在的外资呢 能然在这边呢 我认为全子股的空间不大 所以外资在这边也没有 这个所谓的比较大的表态 那明天的这个大盘呢 如果日元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外资的动态 来做后面的变化 现在我看下一个重点比较大的词